首先,再次多謝Tester邀請我 可以來到大家當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這個retreat 他給我的題目就是 幹職生涯原事... 如果你就這樣聽這個題目,這個題目似分享多過一個訊息 我收到的時候,我大概都明白是甚麼 但是我慢慢都很想把它變成一個正面的訊息 我想大家在走的時候,真的可以有一些東西捉住 可以回去思想 於是,我就幫他fill in the blank 就是我做了一個填充題 instead of幹職生涯原事... 我就說幹職生涯原事...夢 多A夢,都很像 好像有時候覺得我們都是服侍大熊 其實我在想的不是一個負面的思想 我在想的是一個很正面的思想 幹職生涯原事是一個夢 這個夢就不是好像叮噹去服侍大熊的夢 是天國的夢 天國的夢 在我預備的時候,我本來想著就聊聊天 不需要太過preachy 好像在講聖經一樣 但是我可以想想想想 我覺得還是需要有一段聖經 如果不是,很容易沒有方向 於是,我就想了一段聖經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問你 就叫你找一段聖經 跟幹職生涯有些關係 你會選哪一段聖經 我選了一段,我一說出來 你大概都會有一些印象 那一段聖經就是 詩篇84篇 有沒有人知道詩篇84篇是說什麼的? 詩篇84篇一會你讀 你就會記得 那篇就是講聖殿守門員的一個詩篇 是一班聖殿守門口的人所編寫的詩篇 是一班利美人 他利美人得來,他又不是做祭司的 他是幫助祭司去帶領以色列人去敬拜 明白嗎? 這個其實你讀到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詩篇是很熟臉的 如果你讀英文的話,你就會知道 這篇詩篇起碼有兩種很流行的英文歌 真的很舊的 我讀書的時候都會唱到的 一個就是 How lovely is your dwelling place 你的住處何其美 另外一個就是這句 Better is one day in your court than thousands elsewhere 我寧願住在你的原子裡 一天好過千天在另一個地方 如果你有聽過這兩首歌 這兩首歌都是告訴我們 我們回來教會是很開心的 我現在馬上跟你說 這兩首歌都是解錯了這圓聖經 亦都應用錯了這圓聖經 完全是錯誤了 其實你外面聽很多歌 如果引用詩篇的話 我想十成九都會是錯的了 我一會告訴你 為何十成九會是錯 我開始的時候 我想和你一起讀這段詩篇 不如我們一起讀吧 好 一二三 萬君之耶和華啊 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學想耶和華的遠慾 我的內心 我的肉體 向永上上帝觀語 萬君之耶和華 我的王 我的上帝啊 在你祭壇那裡 麻雀為自己找到了家 宴子為自己找到寶座之禍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 他們不斷地讚美你 讀那個 什麼 聖奶 靠你有力量 心中嚮往石安大道的 者人有福了 他們經過流淚谷 叫者谷變為全員之地 且有秋雨之福 蓋滿了全谷 他們行走 歷上加力 各人到石安朝見上帝 萬君之耶和華上帝啊 求你聽我的討告 雅各的上帝啊 求你則以而聽 聖奶 上帝啊 我們的蠢牌 求你觀看 求你誰顧你受高者的面 在你的言語一日 聖此千日 寧可在我上帝的殿中開門 不願住在惡人的帳篷裡 因為耶和華上帝是太陽 是盾牌 耶和華要賜下恩條耶和沒榮耀 他未常留下福氣 不給哪些行動正直的人 萬君之耶和華啊 以靠你的人有福了 OK 如果你要去明白這段聖經 即這張施篇八十四篇 那你從何開始呢 如果你平時來周六有聽過我的道 我通常都是由架構開始的 在這段聖經裡 很清晰 我們知道是有三段的 我們怎麼知道呢 因為剛才我們讀過 那兩個 細拉 細拉 細拉是什麼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 細拉 大家猜她是一些音樂符號 即希伯倫文的音樂符號 我們知道有細拉就是斷一斷 OK 如果你就這樣去看 這裡有三段 一至四節 五節八節 九節十二節 那是什麼呢 OK 我隨便寫一些東西先 OK 學想耶和華的遠遠 第二 嚮往石安朝見上帝 第三 寧可在主殿中開門 如果你看看這三段 你會發現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私人可能是一班人來的 因為全部都是守門員 那些私人是很嚮往住在上帝的地方 也很嚮往去親近上帝 OK 先聽著 那 究竟這 這個詩篇是說什麼呢 我想給另外一個角度 去幫你去明白這個詩篇 那我的角度是什麼呢 如果我不是這樣寫 我是這樣寫 你看到什麼 第一段 住在你殿中的 什麼 有福寮 第二段 嚮往石岸的 有福寮 凡以靠你的 有福寮 如果你很熟詩篇的話 你會想到什麼呢 詩篇第一篇 有沒有人記得詩篇第一篇是說什麼 不從外人的計謀 不暫罪人的道路 不坐過萬人的位置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的人 就夜思想太太論 或者人變為 有福 所以一百五十篇的詩篇 你可以說 都是講有福之人 或者怎樣可以蒙福 OK 所以這段聖經是講福氣 講有福的人 OK 先記住 還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讓我們去明白這段聖經 就是這段聖經除了 有剛才我們讀過十二節之外 還有一個heading 那個heading就是 有沒有人手上有本聖經的 你還有一個標題 你看聖經第一節之前還有一個標題 可拉厚蕊的詩交與寧長用加特樂器 是的 阿超再讀一次 是什麼 可拉厚蕊的詩交與寧長用加特樂器 是的 如果你是和收本 即我現在用的是 可拉厚蕊的詩交與聖詠團長 我想李景賢宣教師 哈哈 有沒有 你本有沒有 這句說話 通常我們都是看漏的 或者我們覺得不是很重要 但在這個情況裏面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寫詩的人 或者至少 那個聖經作者想告訴你 寫詩的人 是可拉的後裔 英文叫Korah 那個人叫Korah 有沒有人知道 可拉是誰 可拉呢 是 聖經裏面 一個很偉大的利美人 有幾次 以色列人犯罪 令上帝很憤怒 可拉有一次 有一句狗男女走出來行任 上帝已經很憤怒地在審判他們 讓他們有災難去當中 於是可拉就拿起一支 一支什麼 那些 錶槍 一次 狗男女就死了 於是耶和華的憤怒止息 所以可拉是 一個很偉大的利美人 可拉的後裔就是 賢者之後 是不是 最後問你是否 不是 可拉 是利美人 利美人應該是什麼 英經 應該是聖傑保衛斯 最近 我在周禄同伴 教了舊藥聖經 我就 我就想用一張 slide 去總結 利美記是說什麼 其實利美這班人 是做什麼的呢 利美這班人最重要 做的工作就是 保衛上帝的聖傑 保衛上帝的聖傑 其實也是保衛自己的命 因為如果上帝的聖傑不保 你就死了 上帝的憤怒會在意識的人當中 所以可拉作為一個利美人 他的工作就是聖傑保衛斯 但可拉 又沒有這樣做 沒有的 如果你去查 聖經 可拉 就不是在 李美記出現的 他在哪裏出現的 在文素記出現的 李美記是聖經第三本 他不是第三本出現的 他是第四本出現 第四本叫做文素記 文素記是什麼呢 如果我用一句說話 去總結文素記的訊息 文素記就是在抗野裏面的本譯 所以可拉是壞人 他是一個利美人 他本應該是做一個聖傑的保護者 但他做了一個在抗野裏面的本譯者 現在再想一下 為什麼我跟你說可拉 因為那個詩篇是誰寫的 可拉的後裔寫的 OK 你記住先 好 我現在想和你看看可拉 做了些什麼 文素記第十六章第一節這樣說 李美的曾孫 戈核的孫子 以斯哈的兒子可拉 大了以色列人中二百五十個領袖 就是有名望從會眾中選出來的 在摩西面前一起一同起來 聚集攻擊摩西與阿倫 我沒有經常跟你說很多背景的事情 簡單來說 你看看可拉是誰的爭孫 是誰的爭孫 李美 你知不知道其實摩西和阿倫都是李美的爭孫 所以他們是腦表來的 那可拉做什麼呢 如果你有機會回去看那段聖經 可拉說摩西你太過分了 其實我們都是李美人 為什麼你要把自己抬得這麼高 就是腦表你好東西 你為什麼以為自己 大家都是表兄弟姐妹 為什麼你要把自己抬得這麼高 其實不是摩西把自己抬得高 是上帝把摩西抬得高 你明白嗎 於是可拉就連同二百多個人 其他的人去反摩西和阿倫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當然是被上帝所審判 文書記第二十六章第九節 講到可拉是怎樣被上帝所審判 多可拉一婆的人 鄉耀和華爭鬧的時候 一起向摩西亞倫爭鬧 地就裂開 吞了可拉一婆的人 當時火焰滅了那二百五十個 跟著可拉一起反叛的人 他們就成為尷尬 第十一節 留意 第十一節 然而可拉的縱子可拉的後裔 有沒有死 沒有死 沒有死 為什麼呢 是不是他們好人呢 你可以這樣想像 如果你是可拉的兒子 家庭人 大概你都是跟著他 當時其實這樣搞應該是抄家的 但是上帝可能在審判可拉的當中 你可以想像 因為我們不知道 就是可拉的子孫可能會馬上回轉 而上帝因著他的恩慈和憐 因典憐 就不要殺到可拉的縱子 明白嗎 OK 不單止這樣 如果你補他的命 你也可以廢了他的武功 即是說 從此以後可拉這一班人的利美人 可能不可以再在聖殿裏面工作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想想像以前那些王朝 你老爸嘗試謀朝篡位 我不拆你家都送你去什麼 邊疆 我不會再留你在身邊 OK 但是上帝不單止沒有抄他們家 他歷代至上第26章的時候 說到可拉的後裔是成為聖殿的守門員 這不是懲罰 這個是對他們極大的信任 有一天有機會再跟你說 為什麼在歷代至上出現 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這件很重要的事 歷代至上第26章第一節這樣說 當門口守衛的班次如下 可拉族的子孫 OK 十九節 以上是可拉子孫 門口守衛的班次 所以他不單止沒有被衝軍 去了外面 永遠不可以在上帝的聖殿裏面侍奉 反而給他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守門 OK 我想你想想 可拉的後裔 全部基本上都是楊過來的 行不行 你明白嗎 他老爸是臭小子來的 他們不應該被上帝所重用 但然而被上帝重用 OK 而他們的迴轉被上帝所接納 OK 令他們成為聖殿的守門員 OK 我想說什麼呢 聖殿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聖殿重要的地方 聖殿重要的地方 就不是那個賦禮堂 聖殿重要的地方 聖殿又不斷有動物 在這裡被剿 不斷有血流 而這個流血是為了可以洗醉 你明白嗎 你可以明白為什麼在這個詩篇裡 可拉的後裔是這麼鍾情於聖殿 因為他們是待罪之身 而上帝是接納他們 他很愛這個聖殿 不是因為聖殿很苦力堂皇 不是因為身水好 不是因為筍工工作時間好 而是因為聖殿讓他們記得上帝的恩典 你記得可拉的後裔是我們幹事同工的一個影子 或者你可以問問你為什麼你喜歡在公里堂上班 或者你心裡說我根本就不喜歡在公里堂上班 這樣也可以 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很喜歡在公里堂上班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在公里堂上班 身水不錯 不會 不應該這麼說 時間工作好 不是的 都很長的 為什麼你喜歡在公里堂上班 因為夠近 因為那間建築很漂亮 廁所都可以 還是 看看你男仔女仔 還是因為有些事情令你很鍾情於公里堂 可拉的後裔很鍾情於聖殿 因為他們是大罪之身 他們知道他該死 而因為聖殿的緣故 他們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贖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影子 你去到新約就不是聖殿 聖殿一點都不重要 在新約裏面是主耶穌基督無形的聖殿 再不是有形的聖殿 然後我們回來再跟你說 你說到這裏你開始看到救藥和新約的分別 我們最近在周六的時候 我都經常跟大家說 如何去明白救藥 基督自保進藏於救藥 其實在救藥裡面已經是基督的影子 當你去看救藥和新約的關係 是一個影子去真體的關係 是一個應許去成就的關係 當你由救藥去到新約的時候 有一個連貫性 但也有一個中斷了的 我給你很簡單的例子 你就明白了 在救藥聖經裡面有個羊 有一隻羊 叫做如月節的羔羊 在新約聖經裡面 耶穌成就了 不是一隻羊 是上帝的獨生兒子 神的羔羊為我們死 救藥和新約的關係有一點像一棵樹 波樹有根 有脂幹 根是舊藥 脂幹是新約 我們今天活在新約裡面 所以你不要讀舊藥 然後應用在你身上 你不是住在泥土以下 你住在泥土以上 你明白嗎 你一定要讀舊藥的時候 從泥土底下讀上去 才應用 如果不是 你很容易錯誤了的時候 所以今天是一樣的 今天我們在讀的詩篇 我想請問大家 詩篇是舊藥還是新約的 你明白嗎 你現在明白為何讀詩篇 是這麼危險的一件事 有很多人喜歡讀詩篇 為什麼 因為很接近我們 讀詩人那些 喜怒哀愁跟我們一相 近的 近的 因為他是舊藥的 他不近的 完全不近的 所以你讀舊藥的時候 要很小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當我們現代的基督徒 想起詩篇的時候 想起詩篇的時候 你有什麼情感和詩篇 會聯想關係呢 如果你要開一間公司 或者一間店鋪 那個名字要叫做 詩篇 那你會賣什麼呢 我想請問你 你看到這個標誌 其實真的是一間公司的標誌 你會看到中間那裡寫 Since1996 即是一間公司 是香港公司 即是不騙你的 它是1996年開到現在 它的名字叫詩篇 你猜它賣什麼 詩篇這個名字 跟什麼是配合呢 你說 書 書 還有呢 音樂 我不如看看 這間公司是做美容的 詩篇美容 後面就算了 後面就是基督教禮品 有它 詩篇和美容 怎麼能拒絕 行不行 這就是完全讀錯聖經的問題 因為你憑你的感覺去讀詩篇 詩篇和美容有什麼關係呢 完全是不拒絕的 稍後你慢慢去想下去 如果你聽得明白我說的話 你會發現 詩篇和美容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們怎麼去明白詩篇呢 一本書 誠書的背景是很重要的 你不知道誠書的背景 你沒辦法知道這本書 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寫的 那你誠書 誠書的背景是什麼呢 詩篇就是讚美 什麼時候讚美 讚美 什麼時候讚美 衰了之後 衰了之後 不是 我在問一個時代的問題 是在天下太平的時候去讚美上帝 還是在共產黨之下文革十年去敬拜上帝 你明白嗎 你一知道一本書誠書的背景 你對這本書的感覺完全不同了 我現在跟你說一些學者覺得 究竟詩篇是什麼時候成書的 我們知道詩篇是150篇 而這150篇是很舊很舊的 即是說 他寫的時候 可能就是在禮儀的程序裡面寫 我們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 但是詩篇最後150篇是什麼時候成書的 這個不同了 你明白嗎 他可以是200年前所寫的 寫的時候就是天下太平的時候 大家去敬拜上帝所寫的 但是現在成書的時候 有些人就把200年前的書 放到今天去成書 這個意味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我告訴你 他相信 越來越多聖心學者 相信 將詩篇成書的時候 是秘魯回歸之後的事情 林禄師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秘魯回歸 那就大劑了 說真的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怎樣也要知道歷史 如果你在教會的一個幹事 你不知道秘魯回歸是什麼事 我不知道怎樣 怎樣 要去武雜班 對 對 有條問題 可能叫你 麻煩你幫我寫一寫 《舊約聖經》的歷史 總之 大家都很明白 無論你記得多少也好 你知道有一個東西 叫巴比倫 秘魯巴比倫 在以色列人滅國的時候 以色列人滅國之後 那時候滅國的時候 連耶路撒冷的聖殿 怎樣 沒有了 被人剷平了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讀這個 是跟聖殿有關的 OK 但他後來 70年之後 他回歸 上帝帶他們回去 在回歸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重建聖殿 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但他的重建 跟我們的重建 是剛剛相反的 我們的重建是 把四樓拆下來 就建了二十四樓 他們的重建是 拆了二十四樓 建了四樓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 我今早在看 《以絲貼記》 講到他們重建那段聖經 即是70年之後 將剷平了的聖殿重建過 建完地基之後 有一幫老鬼在哭 怎麼會哭 以前是二十四樓的 被人剷了 我們現在重建 我們說 重建公理堂 只有四層左右 即是不認識世界的那些小孩 從來沒見過公理堂大廈的時候 就覺得 很厲害 我們重建公理堂 因為他生出來的時候 公理堂已經沒有了 但是曾經見過二十四樓的公理堂的時候 見到這四棟樓 就覺得很慘 很慘 他說 在這個時候 見到四棟樓的時候 師篇就成輸了 我就聽聽 就算是師篇裡面很開心的師篇 其實是否開心 完全不開心 他們將一百五十篇的師篇收集 每一個PVP現在都在講 他們心中的一種悲哀 和一種期望 期望什麼呢 期望 有一天 上帝的國會降臨 上帝的國會降臨 上帝的Messiah 上帝的微賽亞 授高者 那個應許的軍和會回來 回來做什麼 重建 將這個四層樓拆了去 建一個二百四十層的 你明白嗎 他們在期待 所以 你今天去讀八十四篇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在心裡期待 他很開心的聖殿 不是他們現在擁有四層樓的聖殿 他在想有一天 上帝的國會降臨 上帝的軍王會回來 建了二百四十層樓 那一層樓 就是我渴望 在一天裡 勝過我去別的一千人 OK 但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們很多時候都忘記了 為什麼以色列人 是不會被巴比倫人滅了 是因為他們的 是因為他們的罪 是因為他們的罪 不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或者政治能力弱的 是因為他們的罪 是上帝懲罰他們的 所以當這個軍王回來要重建的時候 這個軍王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解決罪的問題 如果不是 那不是一個真軍王 你明白嗎 很多時候我們說 他不夠信靠上帝 信靠上帝更多 他們不可以得勝 不是這麼簡單 是一個罪的問題 所以這個軍王 這個救世主回來 一定要解決罪的問題 這個才是真軍王 這個真軍王是誰呢 是耶穌 要不然我們為什麼做基督徒呢 這個真軍王 如何將我們從罪裏面拯救出來 射免我們的罪呢 是通過他的十字架 你看到嗎 所以詩篇一百五十篇 你記得我在說什麼 我不是說一百五十篇 寫的時候都是在想耶穌 我是說他誠書的時候 是在等待軍王你 寫的時候可能是幾十年前 太平盛世的時候 在這裡去讚美的時候 但是誠書那一刻 是在想這些收回來的一百五十篇 怎樣去指去將來 有一天 我們有一個新的電語 有一個重建的時代 OK 我沒有很多時間 因為我最初想給大家 有少許形容 所以我不會和你很仔細去看 每一節 但是我想你呢 帶著我剛才和你說過 詩篇誠書的時候 那種心情 來看回剛才我們讀的十二節聖經 心情是什麼呢 在期望上帝的國來臨 你的國來臨 降臨 願你的國降臨 其實這是什麼來的 主圖文 你有沒有想過 當主耶穌教他們 願你的國降臨的時候 其實這個討文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討文就是整個 舊約不斷在討告的東西 所以以色列人一聽 他是很明白耶穌講的什麼 不過他也不明白 因為他只是想他們復國 建回二十四樓 這樣而已 OK 我想你 帶著我這樣的心情 去重讀這個詩篇 第八十四篇 我想再打一個比喻給你聽 你如果就這樣讀詩篇 八十四篇 你很容易就忘記了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些 現在流行的 如果你去唱一首歌 一個歌唱比賽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會把兩首歌 混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 我真的要播放一些東西給你聽 他可以唱一首情歌 但後面有一個rap song 在這裡rap 你明白嗎 這樣才厲害 一個是很慢的歌 但他後面的背景 就會穿插一些很快的rap song 於是 其實你唱兩首歌 但這兩首歌又成為了一首歌 你要讀詩篇 所有的詩篇 不單是詩篇八十四篇的時候 你要知道後面有一個rap song 這個rap song是什麼 怨你的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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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沒有這個beat 你就讀錯了詩篇 你就變成詩篇美容 你明白嗎 但你有這個beat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將詩篇做美容 詩篇應該是一個 宣教的機構的名字 因為他最後後面的beat是什麼 怨你的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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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上帝的國來到的時候 他會把我們的罪除掉 所以我們說 我們求祂的國 祂的意其實都在這裡了 為什麼耶穌說 你們當求祂的國祂的意 因為當祂的國來臨 當祂的軍王來臨的時候 祂要幫你解決罪的問題 就是祂上帝為我們預備的意 所以求上帝的國 上帝的意 就跟整個天國來臨有關係 OK 那我讀一讀 詩篇第84篇第一節這樣說 他說 萬君之耶和華 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學想耶和華的遠遇 我的心我的肉體 向永生上帝歡呼 你想著祂期望著 天國來臨 那二百四十層樓的耶和華的居所 有否留意一件事 祂如何稱呼上帝 祂不是跟祂說 慈我的天父 什麼叫萬君之耶和華 什麼叫萬君之耶和華 拿來做什麼 臭仔 打仗 萬君之耶和華 拿來做什麼 打仗 所以願你的國降臨 你明白嗎 你看到在背後 上帝是一個勇士 他在等待上帝 上帝快點斑馬來 快點斑馬來 快點斑馬來 你的國降臨 你的國降臨 你的天軍天兵在哪裡 快點來 來將這個世界 統治 以至我們可以建造永遠的聖殿 OK 第三節 上帝怎樣稱呼 萬君之耶和華 一樣的 萬君之耶和華 我的王 我的上帝 在你祭壇那裡 麻雀 為自己找到了家 焉子為自己 找著普初之窩 如此 住在你殿中的 有福了 他們 不斷地 讚美你 你看我的題目 我給了一個題目 小小的題目 叫什麼 住殿有福了 這個是整個詩篇的主題來的 住在上帝的屋裡是有福的 有什麼福呢 百福臨門 出入平安 是不是那些 你想的 你明白嗎 你要記得後面有個必 願你的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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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國降臨的時候 你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福氣 在這裏 是不是 我們的罪得到正面 跟著我們追求上帝的國 耶穌會告訴你 你是永恆有天上的財寶 地上的賊偷不到 不會生壽 沒有人可以奪去你天上的財寶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耶穌後來講的東西 好處不在於出入平安 百福臨門那些東西 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因為後面有個必在 不斷在那裡跳的 靠你有力量 心中嚮往石安大道的 這人是有福 石安大道 石安是代表上帝最後的王國 嚮往我國的人 你記得那時候 他們是沒有了國家的 亡國之下 正在等待的時候 你嚮往等待 忠心等待 不去追求這個世界 在這堅持等待的人 是有福了 他們經過流淚谷 叫這谷變為全原之地 且有秋雨之屋 蓋滿了全谷 這個流淚谷經過流淚谷 去到全原之地 在起初的環境裡 就是他們去耶路撒冷 去敬拜 需要經過山谷 但是在這個場景裡 變成了什麼呢 我們現在等待耶和華的郭利林 但是這個等待 是很痛苦的等待 因為我們是亡國 甚至我們周圍有很多 以前和我們一起敬拜耶和華的人 現在都是貪圖這個世界的享樂等等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在《舊約聖經》裡 你做先知 經常被逼迫 是吧 死得很慘的 就是要被人坐牢的 所以你如果是忠心耶和華的人 是被別人擠到疾變 於是他說 我們現在經過流淚谷 這個流淚谷再不是一個 physical 不是一個你爬山的流淚谷 而是你的經歷上的流淚谷 因為沒有人和你一起走這條天路 OK 但是我相信 你的錫安會來到我們的當中 你可以看到 這是第二次的有福鳥 這個福氣就是天國的福氣 他們行走歷上加力 各人到錫安朝見上帝 萬君之勇說上帝呀 求你聽我的討告 雅各的上帝呀 求你則以而聽 聽你的討告 你的甚麼討告 我今天有甚麼需要 你就聽我的討告 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你就聽我的討告 萬君之勇說 求你聽我的討告 你跟誰求 你跟萬君之勇說求 萬君之勇說做甚麼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國降臨 萬君之勇說不會走來和你治病 他是將他的國帶到這個世界 所以他叫萬君之勇說 他不是華佗在世的上帝 你要明白這些他在說的東西 他說你則以而聽 聽我的祈禱 我的祈禱是甚麼 你的國降臨 你的國降臨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這個是私人的祈禱 上帝啊 我門的盾牌 求你觀看 求你誰顧 你受高者的面 你的受高者就是他等待的君王 在你的言語一日 聖此千日 寧可在我上帝的見宗 開門不願住在 惡人的帳篷裡 你哪是惡人來的 在舊日的世界裏面 就算在以色人民當中 也有兩班人 一班人是守虐的 就是忠心 敬拜上帝 另一班呢 是背虐的 儘管他的人可能 可能正在回教會 你明白我的意思 儘管的人都會獻祭 其實那些人呢 在背後是犯了所有的十戒 他在敬拜加南的邪神 我這個意思是 你去教育看的時候 一個被人逼迫的人 就不是被 不是被共產黨逼迫的 他們是被以色列自己人逼迫的 是那些以色列人 逼迫其他的以色列人 因為這些惡人 是不尊敬耶和華 他不是等候耶和華的國度 他是追求自己的國度 因為耶和華上帝是太陽的士盾牌 耶和華要賜下 因為和榮耀他未常留下福氣 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這個行動正直不是好人 是守虐的人 等候耶和華的人 等待耶和華來的人 萬鈞之子的俄華 以靠你的人有福了 他其實自己在鼓勵自己 我們要繼續堅忍到底 因為當耶和華回來的時候 我們是有福了 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其他人有福 你明白嗎 這個福氣是天國的福氣 OK 好,我現在要和他 skip了 這些所說的東西都是舊藥裡面的東西 舊藥裡面的聖殿 在新藥裡面這個聖殿 是再沒有的了 亦都再不重要的了 於是我們去到新藥的時候 我們看到耶穌如何成就了這個舊藥的殿 OK 主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二十一節這樣說 耶穌回答他文說 你們要拆毀者聖殿 我三日內要把他重建 但耶穌所指的殿是他自己的身體 所以今天有沒有這個聖殿還不重要呢 再不重要了 你要想想 做幹事要趁近哪個聖殿 一人才想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舊藥那個哥拉的後代 哥拉的後代 他是要趁近耶華的聖殿 現在這個聖殿沒有了 如果你在新藥裡面 哥拉的後代要趁近什麼聖殿呢 你想想 但這個聖殿再沒有了 耶穌真的把它拆了 然後把它重建 重建了不是二百四十層樓 是看不到的 大到看不到的 巨型到看不到的 不是人手所做的聖殿 是他自己身體充滿著這個世界 所以今天聖殿還不重要呢 不重要 我們有一個聖殿是好的 我們有棟東西是好的 但還不重要呢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做幹事做什麼呢 是否撿頭撿尾 撿得乾乾淨淨 這樣就叫做 做哥拉人的後代 打理了我們的聖殿 不是的 現在的聖殿是誰 是耶穌 做幹事的呼召是什麼 親近上帝的聖殿 親近耶穌 你親不親近耶穌 你有沒有像哥拉人 你記不記得為何他們這麼親近聖殿 為什麼這麼鍾情於聖殿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羊過來的 他們全部都是抵死的 他應該是被抄家的 但上帝不僅沒有抄家 還讓他們留在聖殿裡侍奉 於是他鍾情於聖殿 我聽你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亞當的後裔 亞當的後裔應該被抄家 上帝不僅沒有抄家 還讓我們在聖殿裡服侍他 親近他 我們的應用是怎樣呢 我們怎樣傳人去愛耶穌基督這個聖殿 還有啊 還未完結 你要做一個新約的幹事 除了愛耶穌 因為耶穌就是聖殿 以外呢 還有一樣東西 舊約和新約的聖殿有個不同的地方 舊約的聖殿是不動的 就是洞在那裏 洞在石安山那裏 你頂龍就把聖殿整得好 然後邀請人上山 新約呢 我們有沒有一個朝聖的山 沒有的 119禮頓道不是一個聖殿 來的 新約裏面的聖殿呢 變成一個Portable的聖殿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呢 全世界第一個電腦呢 是比這間房大 的 在我們以前的Fradelfia那裏 那裏呢 一間大學裏面 很大的 所以當你第一個電腦出現的時候 你不可以說我給電腦你看 你只可以說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去電腦看看 參觀一下這個新的電腦 因為不能動的 現在的電腦呢 不是這樣的 你拿著手機 這個都是你的電腦來的 你可以帶著一個Portable的電腦去到每一個地方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你去跟一個人傳福音 在那一刻 那個人說他想信耶穌 你可以跟他一起做訣治 跟著跟他說你的罪射臉 為什麼你可以做這件事 在舊約聖經是做不到的 因為舊約唯一一個地方可以得罪射臉的 是聖殿 你要去耶路撒冷 新約為什麼可以得罪射臉 因為耶穌的聖殿 成為Portable的聖殿 我們帶著耶穌去這裏 所以你在新約裏面 我們這裏都是幹事 怎樣是一個上帝所喜悅的幹事 第一親近主耶穌基督 第二 決意要將主耶送基督的 這個Portable可以隨手拿著的聖殿 帶到去地極 你明不明白 所以馬太福音第28章的結宗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們要去史曼文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秀 是什麼 是跟聖殿有關係 因為現在聖殿是Portable的 你可以將聖殿帶到去地極 你怎樣可以在這個時代裏面 做一個上帝所喜悅的教會幹事 你不斷要繼續唱這首歌 願你國降臨 願你國降臨 你的心是要這樣跳動的 我當中有些人在中秋節的時候 有收到我這張中秋節的賀卡 我有個朋友 他寄了這張很有意思的 香港的一個舊屋邨的圖畫給我 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有些燈籠 有些很有意思 有些很漂亮的圖畫 但我當然覺得欠了一些東西 我就想借中秋節給自己一些鼓勵 或者給大家一些鼓勵 我就加了一句說話 那句說話就是 就是願你的國降臨 然後放了我們的Logo 然後就可以寄出去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中秋節的故事 有沒有聽過月餅起義的故事 所以我們不知道那個 是不是真史還是野史 就是他們在中秋的時候起義 我願意我們教會都是一個起義的教會 因為我們願主力國降臨 我們願上帝的國來到這個世界 可以取代這個國 這個地上黑暗的權勢 這個起義的故事 令我想起另外一個故事 和幹事有關係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書見恩仇錄》 《書見恩仇錄》也是說 這個反清復明的起義故事 當中有一個組織叫做《紅花會》 有沒有聽過《紅花會》裡面有很多個當家 有多少個當家 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也不看書 我只是看一件事 紅花會裡面有15個當家 其實本來只有14個 最後那個當家就是這個叫深顯 深顯是誰 深顯就是 紅花會頭陳家樂的書童 就是幹事 他本來就是一個書童 他不是一個他們的當家 所謂當家就是department head 那些不貴 但是因為他跟著陳家樂 所以他開始很想學武功 跟他一起學武功 跟著是將自己分身的去貢獻《紅花會》 甚至冒自己生命危險 而最後因為他對紅花會的貢獻 他成為了第15個當家 所以我想跟你說 做幹事就不只是做幹事 不是執完東西就開心了 你可以做一個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國降臨 你站在那裏做事的時候 你可以為教會祈禱的 你可以為教會祈禱的 你可以揭心盡力的 為教會祈禱去傳福音的 有沒有記得在初期教會裏面的一些所謂執事 當時的執事就是做一些行政的事情 但是他們全部都是武功了得 可以傳福音可以講道 可以殉道的 我們現在需要這些人 不是幹事的工作就是 麻煩你清理好那邊 麻煩你可以準備好電腦 準備好這件事 那你就做完幹事的工作 不是的 在天國裏面完全不是這樣的 我想跟你說多一個故事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廣東省出了一個很有名的基督徒 他是全中國 如果你說馬里遜來中國之後 第二個信主的中國人 他的名字叫做梁發 阿發哥 我們中華基督教會都有幾家學校 是梁發紀念 不知中學小學 是吧 你現在在觀堂那裏 是吧 就是這個梁發 這個梁發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梁發的故事也是跟幹事有關係的 當馬里遜來到中國 跟他另外一個夥伴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人信主的 OK 而梁發後來為什麼會信主呢 很簡單 因為他幫他打工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學過一些印刷 當然他們來到 第一他需要有人把福音的單章 變成中文字 然後就需要有人排版去印刷 他就成為了他們的中文老師和印刷 就是因為這樣他接觸到福音 而因為這樣他相信了主 他是第二個仇勢 第一個從幹事變成全盜人的人 我們應該要跟法哥致敬 是吧 另外想起Eddie Eddie今天跟他聊天 我不知道他以前沒有回教會 這個意思 但是他現在接觸 他現在正在讀聖經 他一年之內跟我們讀完一本聖經 是不是很有意思 你知道從不信主去到信主 為什麼 因為他去幫他們做印刷的事情 接觸到這個福音 不單止成為一個真正的信徒 更加去領受上帝的呼召 成為一個全盜人 這個可以是我們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剛剛去過了那個禮拜天 有沒有去教會 剛剛過禮拜天是我們的區會主日 是不是 有沒有人星期日早上8點半至11點在這裡 沒有啊 只有他嗎 只有Eddie嗎 有啊 有啊 有沒有人不在這裡的 8點半至11點 是呀 上班 喂 上班有沒有聽那篇道 那篇道是誰說的 是的 我們的莊志肯 我們的緝士 他講的 OK 他是很厲害的 他是一個區會主日 選擇了耶利米書第七章 題目是 我們什麼 我們什麼平安 我有寫下的 我們平安無事 OK 我不跟你說他為什麼解釋那段聖經 但是他當時真的有講過這個區會主日 他說 今年我們剛剛慶祝中華基督教會紀念一百周年 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你猜我們會不會有第二個一百年 然後他又再問 他說我們今年是我們開機一百三十五周年 他說我們會不會有第二個一百三十五周年 然後他又說 2047年的時候公理堂會是怎樣的 2047年是什麼日子 回歸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不變的就沒有了 其實他說一些很沉重的事情 究竟去到那個時候 我們還會不會有宗教自由 我們還可不可以有福音可傳 教會會會變成怎樣 他說完八點半之後 我和他針了兩句 十一點鐘前 我投訴他一件事 2047年 你知道我們坐在這裡的人 三分之二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這樣說2047年 你這麼遠 你不會想這件事 但是我們可以想一下 五年之後的香港會是怎樣 十年之後的香港會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要等到2047年 有些人說你比較樂觀的十年 悲觀的五年 你可不可以想像五年之後 或者十年之後的日子是什麼 公理堂現在的所有牧師 已經是被辭退也好 被退休也好 接著他們空降了另外一個 新的領導人 新人士 新作風 可能我們教會還在開門 但裡面說的話 在說什麼就沒有人知道了 我們的執事 亦都可以被人代替了 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的 在那個世代裡 你會去做什麼呢 可能那件事沒得做的了 那不做那件事之後 你會去做些什麼呢 看你去哪裏 有牧者說 去到一些這樣的情況 我知道我們內地的一些牧者 就已經很久在安排這天的離島 他們安排的方法就是 他們要興起當中更多的弟兄姊妹 在家裡少做的聚會 有沒有聽過 因為你大的聚會 就不行了 這樣怎樣呢 就將一些東西分佈 分佈 當你由大變小的時候 簡單來說 你需要很多的良法 你明白嗎 你需要很多的良法 以前做幹事 現在呢 被迫要做傳道人 你猜 你的朋友 知道你以前在公理堂 做了幾年 十幾年 幾十年 他們會怎樣想呢 我這裏沒有人 我都沒有人懂聖經 你在公理堂做了幾十年 沒有可能不懂聖經 你來教我們 我們現在又不能去教會 這樣 我們每個星期 就是我們幾個人在這裡 我們又不懂 但我們又很想懂 我們這裏的知力 最深就是你 我想請問你 你想想 在那個時候 你有沒有東西給他們 你給到他們什麼呢 你的福音 只可以說 你在哪裏病 我幫你祈禱 沒有啊 在一個這麼嚴寒的世代裏面 你給到什麼真理 他可以 讓他 還可以摘根 絕狀成長呢 你有沒有想過 過多五年十年 你今天所擁有的 所有的 經驗 或者是技能 你的技能 可能完全沒有用 你有沒有想過 在這個世界裏面 再不會有 聖誕節 燭光萬會 在這個世界裏面 再不會有感恩 什麼崇拜 再不會有聖誕節的聯合聚餐 甚至我們再沒有機會 做崇拜 沒有師班 沒有 我們周五的音樂節目 沒有Alpha 沒有Organ 沒有 連彈 鋼琴都不可以 沒有Kid Song 沒有Joyful Kid 沒有運動的事工 沒有周三的 雙福 沒有BSF 沒有Alpha 沒有健康講座 沒有防衰老 也沒有堂會 當你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當你所有的技能 所有的經驗 完全是過了時的時候 你有什麼 還可以被上帝的天國所用 我可以跟你說 有一件事是永遠不會過時的 如果你懂聖經的話 如果你是聖靈充滿的話 這件事是不會過時的 而且越是黑暗的日子 越是冰冷的時候 越用得著你 但如果你所有的 只是知道怎樣去運行程式的時候 時代一過去的時候 你在上帝的國裏 你就沒有什麼用了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這幾個年頭 當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去學習聖經的時候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好的 祈求上帝 讓你認識這本聖經 也讓這個聖經完全的掌控你 一邊學 一邊繼續唱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國降臨 這樣 就是上帝所喜悅所呼召的幹事 我們來祈禱 我們天父 我們在說一些好像是童話的故事 彷彿 在這個時候去說 儘管已經有很多人在說 都仍然有少少似狼來了 沒有人相信 我們不知道五年十年 二十年的將來會是怎樣 但我們知道有一件事是 耿故不變的 就是你可以用的人 一定要認識你的話語 我求求你祝福我們這班幹事 童工 要他們知道幹事的呼召 不在於在教會做完某一些工作 他們最終的呼召 和每一個紀徒的呼召 和牧師的呼召 是完全一樣的 認識你 認識你的話語 時候將到 我們需要千千萬萬的良法 我們需要你在這個時代 興起 弟兄 興起姊妹 求主你讓我們的童工 心裏面知道 他們在教會裏面可以示奉的日子 最大的優勢 就是他們可以藉此 多認識你 多認識你的聖經 這件事不單止是 將來對於你的天國有用 甚至在現在 如果我們的童工 可以切切地 遠離國降臨 如果這件事 這個beat 成為我們討告的beat 的時候 我們的教會 今天就有望 求主你幫我練 真正在拿著這個訊息 尤其當我們回去讀我們的詩篇的時候 保守我們 不會將詩篇看作美容 而是詩篇是一個祈求你國降臨的詩歌 祝福我們 讓我們的教會 成為這個時代 這個時候的明燈 我們這樣期待 奉主耶穌基督蒙求 阿坡 阿坡